哈喽,大家好 这三盆卡特兰都开花了 买回来的时候,它们刚刚长出一点花芽 买自己盆花的时候也没有花看 只是看了照片 觉得非常漂亮,就选了这几颗小的 卡特兰我大概有十多盆 不算很多,都是一些植株比较高大的 这次挑的都是比较迷你的卡特兰 看一下这一盆,开出来的花非常的特别 照眼看着就像蝴蝶兰的花一样 花形也像蝴蝶石壶那样子 比通常的卡特兰的花要小一点 这三盆卡特兰的花都有香味 不是很浓郁,淡淡的一种香味 这一盆花开的比另外那两盆要早一些 特别是这一朵花,开了差不多有一个多月了 一般植株比较高大的卡特兰开出来的花 的花期大概是两三个星期 植株小一点,花半厚一点的卡特兰呢 开出来的花就会比较时间长一点 这个梗好像已经干死了 其他的植株看上去还是比较健康 特别是新长出来的这几片叶子 它们现在还都是种在树皮植料里面 买的时候已经看见有花芽出来 所以买回接之后我也没有给它换植料 等它们开完花之后再换植料 这几盆花买回来之后就一直种在室内 我其他的卡特兰都是放在室外 一年试剂都是放在室外 它们都可以忍受非常高温 还有非常寒冷的天气 卡特兰非常耐高温 蟹剂可以忍耐三十八四四度 在我这边一百多度 它都安然无恙 这几盆花买回来都没有给它们仔细的清理 它们的植株还有很多已经干的衣服在上面 等它们的花卸了 换植料的时候要仔细的给它们清理 这一盆开出来的花非常的漂亮 金黄金黄的 花心那些鲜红柿 点缀着这颗花就更加耀眼了 花瓣厚厚的有一点硬度 这三盆卡特兰都是杂交的卡特兰 这一颗的球茎长得非常的饱满 卡特兰只要有足够的水分 它的球茎就长得饱满健康 它对水分的要求不是很高 植料达到40%到70%的湿度 就是最适合它的生长环境 什么时候才给它浇水呢 只要看见上面那些植料都开始发干了 就应该给它浇水 这里长出了一个花鞘 这个黑黑的衣 我要不要给它剥掉呢 它能长出来吗 我尝试一下把这个黑衣给剥掉 对它好像没什么影响 我通常都不会给我的卡特兰剥这些黑黑的外衣 这一颗卡特兰属于多花形的卡特兰 每一个枝梗都开过花 看一下 原来每一个旧的甲铃镜上面都已经开过花的 也就是说它没长出新的芽 然后它就会开花 刚才说到给它浇水 最好的浇水方法呢 就是给它冲水 直接的把这个盆拿到水龙头里面 冲大概一两分钟 冲水的好处就是把它里面 积植的肥料或者是矿物质给冲洗出来 我平常都是给它们泡盆 泡完盆的水 我都会拿去浇我的玫瑰花或者是我的草坪 加州今年又干旱了 又节约用水哦 这一盆花开出来的花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个颜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它的花瓣比刚才那两盆花的花瓣更厚一些 而且它的花瓣是毛茸茸的 更有质感 这颗卡特兰跟刚才那两颗卡特兰相比 这一颗相对来说就比较小一点 这朵花是它第一朵花 植株看上去也非常的健康 我之前卡特兰买回街之后 就马上给它换植料换盆 通常呢我都给它换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盆 但是这三盆卡特兰呢 让我学到了一点东西 看一下这一盆 它用的杯子非常非常的小 只是一寸的杯子 然后它的植株也长得那么好 根也有新的根间长出来 植株太小 用的杯子太大的话 植料也是相对比较多 这样子就可能容易造成烂根 这一点是特别要注意的 这一颗也是杂交的卡特兰 这个就是它的名字 卡特兰在养护上面除了要注意它的温度 湿度 浇水的情况之外呢 卡特兰对阳光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早上跟傍晚可以直接的晒太阳 中午呢就要给它知音了 养在户外的卡特兰如果在谢天天气太热的话呢 就要经常给它检查它的植料 如果植料太干了 要马上给它保湿 给它喷喷水 降降温 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才知道卡特兰有足够的太阳光照射呢 检查一下它的叶子 如果叶子微微发黄的话呢 就是有足够的阳光照射 如果颜色比较深 就是阳光不够 如果叶子变得黄色 然后也显得暗淡无光 或者是出现黑斑点的话呢 就是阳光太强烈了 这个时候就要给它知音了 阳光太强的话会直接影响卡特兰扫开花 或者是不开花 我有一盆卡特兰一直都是挂在外面 一直都是晒着太阳 最近我发现它只长出了一个花苞 去年开了五六朵花 等它开花的时候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种植方法 希望大家不要学我这样子哦 那 relieved 我留意 inches了 就把我打过来 而已经要撒起